大家好 我今年刚入职了笑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还是由后啊 企业文化很充简 太难了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我就想 我以后要一定要去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算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一九分 而且后来头顶更加地破土而出 一九分就变成了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过节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低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张哥晋级了 给张哥踏一踏吧 张哥有点挺啊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他听乡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看路 老板说 小梦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扣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活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晚上的节目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改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思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诚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拍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 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 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被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 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开了开了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期 还剩下十几个嫌疑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 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 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 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 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 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 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他的零花钱 他都花给他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他 我说 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 他买了好多他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他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他说 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 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 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 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 看看 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 看看 你家哥哥他逢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 刷着刷着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奶翁 我妹还找不说 我喜欢他就当我交执商税了 我说妹啊 执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 就说明你这执商 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 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 他说因为他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他们追星是震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茂山的感情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 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侣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他房了 我就说你家那么多哥哥他房了 他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给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无期呢 太猛了 太猛了